要跳下去,誰先開降落傘就是烏龜 要不要爬出去,一跳就要跳下去 跳上來,是英雄的 好,預備,3,2,1,0 不跳,3,2,1,跳 誰先開降落傘,我看著你,為什麼他飛著飛著 突然他突然會飛,沒有空術,我好像跌得快 剛剛明明他先,就到了 我最後一刻才開,我肯定沒事 他就知道肯定沒有我這麼有勇氣 我現在檢查一下他的降落傘 又是可以搞錯,為什麼每次一要穿插 沒有開,所以跌得快一點,所以我應該贏 好,那我讀完那個朝文就算了 今天我讀那個一車車牛送過去的那個朝文 這篇朝文,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大國讀這篇 牛肉朝文,因為今天我看到一篇朝文 你們在爭吵,吃牛肉很慘 我現在想要讀這篇,那就算了,好嗎? 就這樣完場 請大家不要吃牛尿,其實真的不要吃牛肉,扒,丸 前幾天,前幾天經過上水逃房,看到很多牛尿,一車車送進去 有很多隻鴨,還流了眼淚 他們知道就快被人殺,真的很慘 牛尿有靈性,幫人耕見,請大家不要吃牛 我都已經開始戒了 人家感情問題是未解決的,現在 牛肉朝文,現在我貼給你了,講完了,朝文讀完 我們開始解決感情問題,現在認真了 那25日生日,好不好送一幅素描畫 不送一幅素描畫,送什麼好 那25日生日就很急,是講完了,那些朝文是這麼短的 不叫朝文,七步成師,那些曹席那些,李伯那些師 說送話這個OK,但是呢,我就要提議 你那個感情要有這麼一刻,心口才好送話 這些攻勢要有急著落,你要有一點點鋪牌 你不能夠說送就送,你最好這幾天跟他有一點點感情 怎麼說呢,即是你要跟他有一點點打開缺口 要不然呢,你都沒有機會送到他,對不對 對不對,對不對 送Lucky Star裡面都寫I love you 這個,我見太多了,什麼氣魄,自畫像這些都不好 你跟他,剛剛說到你跟他WhatsApp,通常是怎樣 你跟他有一點點感情的,說什麼內容多了 你看,大家說 那些朝文是短過對聯,不是啊,那個很驚艷的 跟他吃飯,送什麼好 嘩,我們現在認真,這裡有289個兄弟,現在要認真 有兄弟有事,我們就真的要有難同當,開始認真好不好 好,我們大家入正題,不要在這裡說,這些什麼送,這些假什麼那些,好嗎 手鏈 送一些染過小飾品,或者手鏈這些,我也覺得認真一點 我為什麼讀過這麼短的朝文,大哥 現在有個更大的問題,大家不要在意,兄弟 DIY是好,但是你要跟他,也要打探一下他有些什麼 有時不是說DIY一定好的,也要看他喜不喜歡些什麼,是吧 有時你送一些好些,現在City Super,我又教了一個 我給大家,我以前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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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龍12月,如果有些女孩子生日,我都會去City Super買些些朱古力,包到很漂亮 包都不用想的,我已經幫你想得漂亮的,又不會很貴,幾十元,幾十元,幾十元就沒有,沒有那麼貼的,通常都五六十七十元 那些朱古力這些呢,送了,又不會有些什麼,有意思, ja,大家送朱古力,是情人節送的,是吧 那些人呢,可能自己任何本身,如果女兒子有設意,她呢,就會自己想上去那邊,沒有的,她就會覺得朋友 喂,你不要想著打聽,教著書,認真聽書,Eddie,這樣啊 素质不会的 看上去很漂亮的 那个巧克力 那时候的女儿都非常受乐的 说真的 追都没追到DIY 所以我都是不注意的 我也不是很建议说真的 对了 VIO99的说真的 轻情易重 我们刚刚说了一遍 我们先继续了解VR4 关于他的东西 无聊东西 学业 无所不谈 其实你们都算感情 你都不会乱跟别人说太多自己的东西 首先 你如果对一个人没有感觉 或者讨厌 你直接不会跟他说那么多东西 对吧 对谈 有计谈 大家同不同意 现在认真 兄弟 不要这样 我们大家出谋献 这个如果圣诞节 大家帮那个兄弟 追到女儿 大家都有功劳 我说买香槟请大家喝每人一瓶 279个人 好吗 现在 对了 大家要同舟共济 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 专心 三个臭皮像 剩一个诸葛亮 这里已经是几万个诸葛亮 那个智力 就应该想到一条好脚的 都可以是兵 我又不会对一个兵 我一达过做佛祖 我都不会对人浪费那么多时间 就算是兵 也要有分价值 兵又不是说一世都要做兵 可以转直的 我们现在要想一想 量一量 现在不是内控的时候 我们认真说 搞兵 我会 那家朱古力哪里店有 City Super 现在他就有了 不要这么热情 让他当兵 出事 我也是这样 送他回家时 给你 你有没有约他生日 City Super City Super 即是那个太古 那个漂亮点的超市那些 那我可以投期了 我也觉得是 你有没有穿他生日那天 ER4 今次穿要大胆一点 不可以这样 打个电名出来 去迪士尼公园 就最好 构成 构成 这么厉害 5比1 去迪士尼公园 最好 约了他 这样 即是 构到 就去迪士尼公园 起码19万才好去 这些 落烟花 放了烟花 表白 就没脱脱了 构女最好为自己做神秘 这样 滴滴金是什么 不要说这些 好达格好信 刺善 有达格重信 圣诞构旅必备 朱古力 真的这样 叫他看达格 这些 不要这么说 这些 这些 很贵 又不会很贵 差不多 解决了 解决了 那ER4 你是不是 未约他 生日 你试试 能否约到他 如果你约到 那天 顺势表白 就 取到 八九成 就完成了 说真的 你们有好到多少 我都是这么说 这些都是好看 很重要 ER4 喂 怎么约好 only两个人 当然 有得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 要看你们 你是不是 没约过他出街 是啊 ER4 偷女最紧是救姜 你之前约过他吗 你之前约过他吗 多朋友都没怎么说 对我来说 偷女我通常约两个人 我说 多人更坏 何手扔脚 难道你当着别人的面子 表白什么 是吧 啊 啊 大哥 大哥不够认真 一路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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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开 我大哥一路在游戏 一路在游戏 我做这些东西 我真的认真 我一睁眼就看 check off 一路在游戏 没约过 没约过 你先试一下约 如果约到 就问他生日有没有工作 你不要说生日有没有工作 你不要说生日有没有工作 你说几月几日有没有时间 如果他愿意出来的话 他也不会自动的 应该会有些东西 他愿意见你 你平时除了WhatsApp 有没有工作 真人有没有什么 先约约他 你约到他街上才说真 女儿都在看大哥 我立刻要 我立刻要跟他说 你一定要受购 如果你是大哥粉丝 这个ER4是好人 你总之希望第一次一定要约到他 你约到他 约到他 约人生日出来 慶祝约多几次了解 又不要第一次约 第一次 说真 真人很少聊天 不需要太心急 对了 约他出来 给他一个好的回忆 他见你生日 帮他准备 想定节目 首先都是 约了他 那我们再帮你度个节目 行程表 那就没问题 大方些 最重要是胆大 你问一下他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杀 那天有没有行程安排 如果他没有约人 你就顺理成章 约他去 慶祝 这样 很少见到 约保足船 约保足船 约了他 大家先找个机会 约他生日 问他说话 聊聊天 然后有机会 约他出来 这个 还要第一步 你未约过 今次 你现在有个目标 任务 就好像这些师兄所说的 各位兄弟 真的要约到他 不一定要约正日 你先约一下他 如果你拍 始终第一次约正日 可能都有一些 我都觉得有些旁白 约一下他前几天 或者后几天 试一下保足 那些 对的了 我都跟这位师兄一样 不要直接提他生日 说几月几天 行不行 好吗 有什么这套兄弟支持你 放胆药 我们再约到出来 然后我们慢慢 从长计议 好吗 那今天我们差不多 好吗 约到上来再求解答 好 约完天就report 好吗 我们等你了 大哥今天也差不多了 在这里 明天见 等你佳音 ER4 我们二百多个兄弟帮你了 不需要太担心 给自己一些信心 自己出来 OK 加油了 我也是那句 潮文读了 那个牛肉潮文 大家不要吃牛牛 明天见 每天一枝香槟 都是说我 大家帮到手 好吗 好